出现了一只鬼 在王小强动手的那一刻 杨坚就立刻感觉到了鬼域之内的变化 自己的地盘里凭空多了一个不存在的人 这要是还没有发现 那他也不配活到现在了 和别的域鬼者不一样 这个王小强居然能直接将一只鬼从身体里放出来 这种感觉就好像是有一只鬼硬生生的被他藏在身体里一样 这种驾驭历鬼的方法有点和其他的遇鬼者不一样 杨坚看到了向着自己走来的王小强 此刻浑身的血肉在往下掉 而掉下来的血肉根本就不是正常人的血肉 而是从别人身上夺来 硬生生的缝合在自己身上 穿上衣服的时候还看不出来 此刻王小强脱掉衣服 才能看到那西装衬衫之下隐藏着一具多么让人恶心的肉体 这只鬼很危险 杨坚沉吟了起来 不过金黄色的烟雾笼罩 他也看不清楚那只鬼的相貌 只知道在那烟雾之中有一个黑色的人形轮廓一直跟在王小强的身后 杨坚 说实话 我很厌恶我的这具身体 如果可以的话 我宁愿到死的那一刻都不愿意使用一次厉鬼的力量 但是你今天的确是做得过分了 王小强冷着脸道 我杀你们就过分了 刚才可是你们掀开的枪 就算是上法庭 我也是自卫杀人 杨坚身形缓缓地从旁边走了出来 而且 你对我的能力知道多少 就算是同为遇鬼者能力也有高低之分 很不巧的是 我的能力比较特殊 每个人驾驭恶鬼换来的能力都很特殊 你不是个力 王小强道 杨坚淡淡一笑 你这句话说得很对 每个人驾驭了恶鬼 得到了超凡的力量都觉得自己很特殊 但我个人还是觉得我的能力要比你们都要特殊一点 那还等什么 来啊 王小强死死地盯着杨坚 他不能判断眼前这个人到底是真的 还是自己的幻觉 如果是鬼制造出来的幻觉 靠个人是无法分辨出来的 但有一个方法可以试探出来 那就是在他开枪的时候 子弹从哪个地方飞出来的 他的真身就在哪 简单又有效 杨坚看了看左右道 不用感觉一副势均力敌的样子 实际上我们之间的争斗 从一开始的时候事情已经结束了 你放出了身体里的那只鬼的确让我很忌惮 所以最聪明的做法不是和你身体里的那只鬼做最直接的接触 而是远离我对付你们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去对付一只无法杀死的鬼呢 你不是想看我的能力吗 看在你要死的份上 我就给你看一看好了 话一说完 他的额头上忽得撕开了一道猙獰的口子 一只心红诡异的眼睛在血肉里转了一圈 突然冒了出来 然后散发着淡淡的红光盯着王小强看 鬼眼 王小强心中一领 他只知道杨坚的档案里写着他驾驭了一只鬼的眼睛事情 但是关于这只眼睛的能力却是一概不知 而在阳间睁开鬼眼的时候 周围的景物立刻发生了变化 原本的会议厅内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一层红光笼罩着 所有的一切事物就像是浸泡在了鲜血之中一样 不单单是这个房间 就连窗户外面的世界也发生了变化 同样是泛着红光 天空之上看不到太阳 只有一片星红覆盖苍穹 这里 不是会议厅了 王小强眸字一缩 他猛的回头一看 果然 身后笼罩周围的金色烟雾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消失了 那个雷虎丢在地上的烟雾 但也根本就不存在 之前死去的几个人的尸体同样消失不见 你的头脑不错 这里的确不是之前的会议厅了 既然地方都换过了 那么你觉得你刚才放出来的那只鬼会在哪 杨坚说道 不可能 这种事情你怎么可能做得到 连鬼都能送走 王小强震惊的看着杨坚 他左右看了看 其他人也是一脸惊慌的样子 似乎没有想周围的环境会突然变化 杨坚道 谁说我把鬼送走了 我只是把你们还有我送走了而已 你放出来的那只鬼此刻还留在刚才的会议厅内 很特殊的能力吧 虽然不够凶残 但保命什么的还是很在行的 如果灵活一点运用的话 就会拥有非常恐怖的杀伤力 尤其是对普通人而言 说着 他手中的枪抬了起来 对着天上开了一枪 砰 一声枪响 一位俱乐部的股东脑袋开花 直接栽倒在了地上 他被杨坚在一个完全不可能射杀的角度各射杀了 不过在这瞬间 王小强立刻朝着枪声传来的方向开了几枪 特制的子弹是无法被利鬼的力量影响 眼前的人如果是假的 那么子弹传来的方向一定是真的 其他也意识到了这点 雷虎吼道 不要对着人开枪 人是假的 真的躲在那里 然而话还未说完 他旁边的人就像是积木一样 身子一晃 哗啦啦的整个身体散架 倒在了地上 一颗脑袋还睁大了眼睛 显得无比的震惊可不可思议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心中带着疑惑 但除了疑惑之外 却更多的是恐惧和绝望 下一刻 一个影子却又从地面缓缓融入了雷虎的脚下 渐渐地进入了他的身体里面 而这一切 雷虎本身还并不知道 停一下 雷虎 王小强额头上冒出了冷汗 他挥手示意了一下 没用的 你们连我位置都不知道 就胡乱的开枪 就算是浑水摸鱼也不可能找到我确切的位置 真假你们都分辨不出来 那么虚幻和真实你们就更加分辨不出来 眼睛会欺骗你们 难道耳朵就不会欺骗你们吗 杨坚的声音从另外一个地方传来 两人齐齐看去 却见他正坐在一把休闲椅上 那椅子是花园里的椅子 也就是说 这里已经不再是楼里面了 已经到了外面 该死的 你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王小强此刻怒了 不知不觉 你连我们所有人的位置都能改变 他心中有点不敢相信 但某种经验告诉他 能做到这一点的 在厉鬼之中的确是存在的 鬼欲Tilder 几乎只存在于A级厉鬼身上的能力 被绝大多数定义为无解的能力 眼瞎不管是不是鬼欲 但自己放出来的鬼居然连露面的机会都没有就被他弄没了 这种情况根本就没有胜算 换做是其他人也得完蛋 而且王小强不敢让那只放出来的鬼长时间待在外面 时间过长 他也不知道那只鬼会不会失控 废话的也说的差不多了 我这个人是很忙的 杀了他 杨坚道 什么 王小强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猛的意识到了什么 他回头一看 不知道什么时候身边的雷虎已经是脸色一片惨白 眼睛闭起像是一个死人一样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而他的手且已经抓住了他的脑袋 该死的 他是什么时候被杨坚操控了 对付你这种欲鬼哲我很不愿意亲自接触 所以最好的方法还是找个人代劳 免得碰到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 杨坚说道 卡蒂德 一声轻微的声音响起 王小强的脑袋被旁边的雷虎像是拼积木一样 取了下来 被取下脑袋的王小强并未立刻死去 反而睁大了眼睛看着杨坚 他此刻已经意识到了一个可怕的现实 这个杨坚绝对不只是驾驭了一只鬼 他至少驾驭了两只鬼 Tilda 该送你上路了 杨坚见到他的身体倒地这才走了过去 并且不放心对着他的脑袋补了一枪 头颅裂开 然而诡异的是 他并未在王小强的脑袋里见到他的头骨 不过已经确定王小强已经死了 也就没有多想